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9日 星期夜 這件事要跟大家講講一宗國情新聞 大陸 知道了 這個 扶貧一直以來都是做了很多事情 習近平還宣佈 2020年中國正式脫貧 所有人沒有貧窮這個問題 徹底消滅貧窮 但是真相 事實當然不是這回事 大陸有所謂的扶貧辦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街道辦都有 困難戶要去照顧 最近在青島爆發了一宗困難戶 家裏有茅台的醜聞 官方 最後解釋這是空酒瓶 但是 全國就引起激烈的討論 基本上民情爆發了 差不多 差不多 為甚麼會發生這件事呢 今天跟大家讀新聞 讀完新聞之後再跟大家解讀 在解讀之前 記得 支持二部曲 訂閱我們的Patreon Patreon最近都好像 慢慢地 到達3,800過不了 3,790 另外就是 訂閱我們這個 星期二日報的後備頻道 支持五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因為最近也有些五毛 記得去痛擊 社交媒體share 以及月費贊助 好了 這件事發生在青島的困難戶 大陸青島市 一個街道辦 在官方微博發佈一幅 圖文並茂 叫做《走訪困難戶》的文章 這篇文章發出之後 引發了很大的爭議 因為有眼淚的網民發現 相片中的困難戶 家櫃上面竟然有 包括茅台在內的幾支高檔白酒 綜合大陸媒體的報導 青島市 成陽區 激紅灘 街道辦事處 近日發佈了一篇題為 《春節酒訪困難戶》 《濃濃溫情戀人心》的文章 但網友就被想中 左上方櫃子上面擺放了兩瓶茅台 以及一支五糧液所吸引 大陸網民調刊 走訪的會不會是街道 領導自己的家嗎 意思就是街道辦的領導自己也貪污 家裡喝茅台 另外一個網友反訪 青島的貧窮戶 都喝上了茅台了 現在扶貧真的很出色 每個人的貧窮戶都可以引茅台 茅台大陸的售價當然是不便宜 而且是很難買得到的 因為很多時候是假東西多 以53度飛天茅台為例 官方售價是人民幣1499 隨著這個春節就將會倒臨 北京的青年報報道 目前市價 已經叫價到一瓶 要2800人民幣 升了接近一個雙倍 面對網友一片質疑 激紅灘街道辦事處就解釋了 這個貧困戶 是81歲姓道的男子 癱瘓在床9年 他的女兒已經退休了 女婿10年因為骨癌去洗 兒子是下崗的職工 符合困難家庭的條件 目前居住在社區建設的解困房之中 對於櫃上面有一些茅台酒 激紅灘街道辦事處就說 這些是杜姓道的男子的老婆 在親親家裡參加宴會 看到別人喝剩的空瓶就很喜歡 所以就帶回家 放在廚櫃上面 不存在杜姓和家人自己喝 或是高消費 當然 辦事處的相關人員也接受媒體訪問 他還解釋了 這個瓶上面有一層灰 瓶子是空的 一滴酒也沒有 老太太目前居住的房間是她的女兒的 年紀不大 平時還要照顧老伴 因為這個事情 老太太情緒好不好 一會哭 但是對於這個民眾對於激紅灘街道辦的說法 民眾其實是不相信的 也不領情 有人回應說 這個解釋是他們自己相信的 為什麼總把人民當弱智呢 人民群眾基本上 是對這件事完全否定 青島市成陽區委 區政府今天表示 目前已經 組成了調查組進行調查 調查結果將會盡快對社會公佈 這件事其實引起了坊間 充滿著質疑 為什麼 中國的貧窮問題 越負越貧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裡面有些 情況就是 大陸 表面上 實際上真正有需要的人得不到幫助 錢就入了貪官的手 正如之前我們說的很多地震 天災 香港人捐錢 外國人捐錢 捐的錢全部都不是落在災民身上 全部都是被貪官貪掉 好了 上面的政策 很多時候有些 說出來是很好的 例如負貧 其實是深得人心的 每個人都希望真的可以做到負貧 使得真正有需要幫助的人就受到幫助 但是事實上 真相也不是這樣的 真相 就是 現在大陸的問題 其實 扶貧 最大的問題出在人 大陸就成立了扶貧 所以每個地方都說要幫助一些窮人 國家投入很多人力 物力 財力 不計其數 而且 這個力度是一年比一年大 但是奇怪了 農村貧困人口不單止沒有跌 還反而增長了很多 很多人就扮作可憐 就說 沒有錢 就扮作貧困人口 使得 真正有需要的人 反而被人溝探了 有些人 你不扮作就沒有了 當然貧困人口就有 村的幹部 即是基層幹部 可以因選 當他 跟他關係好的時候 他就是貧困人口 當他跟他關係不好的時候 然後十分鐘被人寫到他不是貧困人口 這個跟香港的福利也一樣 你如果懂得寫程序 文件懂得寫的話 你就可以受到幫助 申請到一些東西 不然的話就申請不到 這個情況 尤其是這些極權國家 貪污的國家一定會出現 人有了權力就會腐敗 貧困辦可以決定你是否貧困人口 當你 成為了貧困人口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國家的 補助補貼 有錢 每個月坐在那裏不用做 那麼當然 每個人都想不用做 而又有收入 等於縱緩 如果你告訴你 縱緩 基本上是每個人都批的 那誰有人做事 沒有可能 所以 跟香港的縱緩也是一樣 香港政府 被人一直批評 扶貧的政策是越扶越貧 原因也是一樣的 就是人的問題 你要透過社工 去幫助那個人 首先 社工要肯幫你 社工一幫你 就可以幫到你 現在問題就是 你 是不是跟社工 合起來呢 會不會有人跟社工合起來呢 當然香港 未必一定是社工合起來 但是社工 因為他要幫你 變成你 以後也是要靠那個社工 香港很多政策 他也鼓勵 鼓勵你去就業 但是也會令到很多人出來 騙中緩 自己偷偷地出來打工 跟著有領政府的縱緩 類似的 現在大陸的情況 當然比香港嚴重 很多 我們會知道 因為他一個人有權力的時候 就會以權謀私 你想我幫你平為困難戶 那你是不是要給我什麼好處呢 那麼 他國家 批了下來有多少筆席 他就報數了 我們村有400個貧困戶 我們就報了一筆錢 那麼 你下一次 只會越來越多貧困戶 因為 你只要貧困戶一多 你就可以收得多些補貼 補貼一收得多 那麼 扶貧的人數就會越來越多 所以國家現在只會去到扶貧 直到 習近平 一刀切 就說要賓小匡 定了死線 就是2020年 一定要解決貧困問題 那些人就不敢報了 甚至乎 明明貧困的人就造假了 然後就反過來做 明明有需要就不報 就說他沒有問題脫貧了 就說你是脫貧了 那麼 一來你 報了上去就脫貧了 那我就可以立即 省了一條數 所以 這次的事件 把這個 之前亂報扶貧的人數 現在就反過來 扶貧了 貧窮 被政策消滅了 他是用行政手段造假 把你明明窮的人都寫成不窮 那就不用幫助了 這次 可以很明顯 就是賓小康的人 完全是被迫的 根本仍然都是一個貧窮線底下的人 但是 他的政策一改 要全國一刀切 都是要脫貧 那你就是脫貧 這件事引起廣泛的熱烈討論 就是中國的問題 就是真正的貧窮的人得不到幫助 而一些沒有需要的人 甚至乎一些 有關係的人就可以得到補助 甚至乎喝了茅台 這就是中國社會的那種不公平的現象 所以才有那麼多人想上訪 維權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